风吹花满香,一夜近春来 究竟是怎么样的物业会一眼心动 究竟是如何的翻新,夜晚如新居 大家好,我是Sharon 今天我们来到了Richmond Hill Millpong社区 随着春天的小宇为您带来一套建于1956年的翻新物业 从里到外,我们一起来讲述在多伦多 翻新物业都有哪些技巧和注意点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它的社区介绍 收拾翻新,使则翻箭 这是物业2018年时动工时的模样 而这是它今天的外观 25尺的曾高,其他区域均为9尺 清涉现代,只不过土地的建造年份仍显示着1956年 说到这,您可能会有些疑问 这个物业到底是新还是旧 正好啊,这也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翻新的极致背后就是不动地基的翻箭 在安省有不少的物业外观性、内饰性 但房子本身登记的却是旧房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通常会留下两面墙体 其用处不为沉重而做 更多的是为了节省建筑、市政成本 同时,小猫的避开因今天的Building Code建筑规范而产生的新要求 留下的两面墙体会被自动认为是装修而非翻箭 在优化成本的同时,也可以满足更为现代的居住要求 当然啦,另一个较大的问题引运而生 比如,诺大的地块上,因历史的原因只有一个车库 不过,在翻箭翻箭中,大家比较关心的砍树问题 在这里也有了很好的参考 物业在建时,树的距离会被认定为遮挡 影响房屋建设而被砍树 而房屋的整体的举架得以加高 还有额外的隔楼空间 而客厅也做到了25只跳高的超大天花板 Farmhouse最喜欢用的Shift Lock Sealing 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 加高大窗,让潮南的阳光是指射到室内的 蓝白的双色厨房 Miller的电器,Wolf的人气躁 还有单独的轮动柜 现代家庭生活的便利值得不少 平时啊,你可以停好车从这个mallroom进入家里 有宠物的家庭,应该没有人不喜欢这个pilewash吧 家的侧面可以通往后院 还有一个惊奇的点 您猜猜是什么 这个后院只通Millpond公园 没错,就是这条小径 开门见绿,出门散步 整个公园提供着满满的抚养离子 空气清新 外加荷岸的邻居 漫步在欧式风景的小节 真是又舒服又方便 卖过太多的豪宅 看过鼠无亲的物业 这个看似平房又有处处彰显品质生活的青春豪宅 是内心平静,优雅生活的最好体现 物业的配色Hotty Borderland在外墙 项目的大门,白色的Shit Black点缀 宛如行走在绝美的英国乡村小镇上 那里宁静的田园风光 简朴而又优雅 后院有着专业的Limpskeeping 你完成部分的印花 还有树屋,篮球场,吊床 我想生活在这里应该没有人想要再搬家 您的主卧室位于房屋的后方 有着超大的落地窗和走出所的后院 双台盆,领域浴缸一应俱全 其他的南家两个卧室彩光明亮 共用着一个可以领域的卫生间 旁边的袍楼屋也为来客提供着方便 旁边也还有个特点呢 就是地下室和一楼是一般大小的 不同于很多的新建物业 其车库的区域啊 地下室完成的是显示Uncovered GDRs对应的区域并无挖掘 且新的区域多为内置车库 占有着一楼空间 这里的地下室空间足够大 做了健身房、音乐工作室、两个卫生间 家庭银室、客房还有足够多的储物空间 就算朋友来了也有地方招待和安排 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物业所在的 Richmond Hill、Milpont社区 曼屏人间烟火色 显观万事、岁月长 想到Milpont这首出自于苏式的提经绝局 使我想到它下档的形容意境吧 南极Majer McKenzie BJLG Mills方圆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30年代 社区当中经典的部分沿着Richard Street 两边展开 还有七百余套的乔家风格建筑 红庄外墙、楼马浪柱、纵横对称、绿域昂然 这样建筑与绿史与自然共存的建筑风格 宛如一本悠长的岁月散文诗 半指月光、独立悠长 社区的家庭收入平均在19.5万加币 近70%的居民接受过高等教育 移民占比为42% 华人占比20% 其他族裔有包括于16%的犹太裔 12%的意大利裔 力量裔为11% 以及本地加拿大整为20% 设置规划于两座小学 一所高中 Plasenview Public School 与O.L. McLoves 对应的都是Alexander McKenzie的 高校有着IP课程 的确,背靠Mill Pond的夏季 这里是举办户外音乐会的热门场所 冬季就成了居民的流冰场 社区当中被公园绿地所覆盖 生活也十分方便 距离Hillcraft Mall大动画超市 Hmart也只在8分钟的车程而已 10分钟可以到达Hwy 7 0407高速以及Landstaff Gold Station 由此达成于Gotrin 去往Dontown 只需要40多分钟即可到达 美好社区特别物业 愿今天的小小知识 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 这一类特别物业的存在 与优缺点 制作不一 如果是您可以给我们的视频 一个小小的赞 别请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就更好了 谢谢您 我是Sharon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